Hello 觀眾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我們會繼續測試這部Mable Pro MMX 上次跟大家去試了3D設計,今天我們就不講這件事了 我上次答應了大家會跟大家去測試這部機在剪片上的能力 今天這部影片就會講講剪片 我會用這部機試試去剪4K、6K和8K ProRes影片 我會用什麼剪片工具呢? 我會用Native Support M1 Pro和MMX的Final Cut Pro和DaVinci Resolve去剪片 Apple就跟我們說這部機是可以同時間剪7條的8K ProRes影片 今天我就會去試這件事 另外也會試試它RAM的速度,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快 除了剪片之外,大家也有可能會用After Effects 最近Adobe也推出了M1版的After Effects 即是Native Support M1晶片 我就把這個Beta搶先地下載了 放在這部目前最強的MMX、MMX Pro上面 去做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很多的測試,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了 先介紹我桌面上今天的設置 桌面上這部MMX,我就把它用HDMI接駁到大電視上 這個是一個4K的電視,大家會用來剪片 這裡有支麥克風,指著電腦 如果MAC今天發出任何聲音,都會讓這個MAC錄到 這支麥克風整個過程都會開著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的時候 在哪個時刻它會開風扇 或者它不開風扇 又或者幾吵,大家都會聽得到 今天會用的影片,全部都是在官網下載 例如是DJI X9,有些相片可以給我們下載 Red也是一樣的,有些相片我已經下載了 為今天的影片去用 這裡看到有Canon, Blackmagic, DJI, Red,還有Sony 裡面大部份都是ProRes的影片 現在我開Final Cut Pro 最新的10.6版本已經NATIVE支援MMX和MMX Pro 我們會由4K一路試到12K 先試試FX9的4K ProRes影片 其實在MX上4K已經截得很暢順 MMX當然就更加沒問題 再給大家看 再給大家看 還有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Final Cut Pro裡面 我就把Background Render 關掉它 即是現在呢 就是全部Realtime Payback 就不會有Cash 6K 我們試試6K Scrollbar很暢順 好,接著就試試8K Scrollbar暢順 播放來看看 大家自己聽到 現在我們剪100K影片 風扇就沒有開 溫度就維持在58-60度之間 其實我也蠻驚訝 它8K的影片可以好像1080p scroll來scroll去 這條影片很安靜 因為我要給大家聽環境聲 所以不可以加墊底音樂 所以M1靜的話 我們這條影片就靜了 接下來試一下剪Canon R500的影片 喂,卡卡的 不過這裡說了一點 因為Canon CRM要在Final Cut Pro上讀得到 就需要加插件去做Transcode 所以播放上來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有少少Color 我試一下轉Performance Mode 再播一下 這樣就暢順很多 接下來就是 用Red Epic所拍的8K影片 然後這條就是50fps的影片 然後這條就是50fps的影片 還有在這一代的Final Cut Pro裡面 就加入了Object Checking的功能 現在我調查過8K影片 亦都見到在MMS加速之下 亦都見到在MMS加速之下 其實比起After Effects的軟件 是快很多 Red的影片都需要加Plugin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同樣需要Transcode 加上調色之下的8K影片 一樣能夠順暢播放 旁邊這部是MMS的Air 我們放同樣是8K影片 看看它播成怎樣 都播到的 不過就Frame Drop 接下來我會試一下Black Magic的12K B-RAW影片 就會用DaVinci 17.4去剪 這個版本就是Native support M1 Max和M1 Pro B-RAW就像ProRes RAW 就算是很大的檔案 仍然能夠很暢順地剪得到 你現在看到12K的影片 都可以很暢順地剪刮 再試一下調色 看看它能不能能夠暢順 我們回到Final Cut Pro 這裡我們有9條6K和8K的影片 我會搭上它一起 試一下Play Black來看看 沒什麼異樣 可能因為第一條影片蓋住後面 所以其實就沒什麼process 就打算把這些影片全部斬在一塊塊 然後砌在同一個畫面上 再加一字 看看它會不會著風扇 現在我們在Quality Mode之下 就看到這9條8K ProRes RAW的影片 連同一條影片一起播放 上來不太能播放 現在試一下轉Performance Mode 看看會不會更好 馬上唱上了 即是在Performance Mode 可以播放到8K材料的影片 接下來會試RAN影片 這裏我隨便的音樂下去 我會輸入8K ProRes HQ的影片 差不多40GB 我會輸入6個喇叭 這次MacBook有6個喇叭 一起聽聽音效 我們看看MacBook Air的音效 耳機使用很大的分別 和火箱在腦袋中 這是一件的 眾多分別 新MacBook Pro的聲音會比較厚實 以及立體 回到這邊 差不多 差不多了 結果在MMX上我們就用了1分36秒就完成了Rendering 又是啦,旁邊放了MacBook Air M1 去Render這個8K影片,看看需時多久 不浪費大家時間了,就 jump cut MacBook Air竟然用了9分31秒才完成Render同一條影片 即是在這個測試中,MMX的速度是M1的6倍 剪片都試得七七八八,接著會測試M1版的After Effects 因為Beta版,其實有些功能都未支援 但今天都不會用到,所以都不需要太擔心 我又是會開幾個Project出來試,先試這個1080P最普通的Motion Graphic 我先去Preference那裡查一查,GPU就在用MMX 好,現在我們就Full Quality的Playback 非常暢順 我們再試一個1080P的Project 都是Full Quality,這個會有些3D在裡面,所以會比較重 咦,開始有一點點Color 好,不等它了,就試開Half Quality,看看會不會快一點 快很多 好,不如試4K吧 也是啦,我們4K先試文字的Motion Graphic 對比起1080P,明顯是慢了,FPS大約是3FPS 也是啦,不等它了,開Half Quality,看看會不會快一點 但如果這個情況,我就覺得 看來MMX上,可能做4K的After Effects 我覺得呢,會比較穩定 好,接下來呢,我們討論一下 算是測試 接下來到這個場景 我可能要用很重來形容他 這個就是一個4K的電視廣播的intro 非常非常之多的物件在裡面,而且是3D的 可能觀眾會覺得MMX連3D都處理到,After Effects就一定不成問題 其實很難為倒設計,因為After Effects雖然做很多平面東西,但同時它亦都可以做到3D 而裡面一些3D的場景可以重得很重要,甚至是3D軟件中的場景都可以沒有它那麼重 現在就以四分一的Resolution播放,因為如果不降的Resolution就連播都不能播放 MMX竟然在After Effects開了風扇,現在給大家聽聽 MMX在After Effects裡面,Playback就會有0.26fps 另外亦都找了一部Windows的桌子機,裡面有將RTX3090的卡座加速 CPU是i9 11900,RAM是32GB 我們又放同一個場景,看看它們的速度上的分別 這部i9 RTX3090在After Effects裡面的Playback只有0.17fps 差點忘記了RAM片這部份,我現在後補 現在都是用Beta版的Media Encoder 左手邊就會用Metal加速,右手邊就會用Cuda加速,現在去比拼一下 左手邊的MMX就搶先以4分59秒完成 好了,右手邊的3090就22分24秒完成 即是說MMX的速度是3090的兩倍多 我們總結一下,其實Apple一向在剪片和RAM片上 都是遙遙領先市場上其他產品 我個人覺得新的MMX和MM Pro 在剪片上的價值甚至乎會比做3D更加大 所以如果你是買它來做影片或者動畫 其實MMX就真的不易之選 因為市場上它都可以算是數一數二 我已經連續幫Pomeo Pro M1做了3個測試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你like我的影片 以及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去繼續出片測試這部機 請你幫我做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subscribe我的頻道 去支持我 第二件事就是記住打開鈴鐺 我下次推出新的影片的時候 你也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今天先來到這裡 我是Neo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